欢迎来到今天吃什么 我是上官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国内可能不怎么吃的东西 我也是慢慢的后来 因为同一个公司的大妈很爱吃这个 然后跟她学着一起吃的 你猜这是什么呀 那就是羊鸡 羊鸡呢有很多种吃法 一个呢你可以蒸着吃 也可以煮着吃 但是我觉得煮的东西嘛 白煮菜这种东西都不太好吃的是吧 然后呢最好吃的是什么呢 因为蔬菜里面都会含有一点点糖分 所以烤出来当然是好吃的啦 这段就是你要是家里面没有烤箱的话 可以用蒸的 但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用烤箱来烤这个羊鸡 做法其实跟蒸差不多 只是加热的方式不同 所以想要学怎么蒸的朋友 也可以继续看下去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羊鸡啊 首先呢它上面有这些尖尖的小刺 这个不太容易操作 容易造成人身伤害 所以我们先要以绝后患把它给剪掉 你不觉得这样子剪连着咔嚓咔嚓的声音非常的有治愈效果吗 而且像下面的这种就已经干干的有一些的这种小叶子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用剪就直接把它给去掉 啊掉 有一些可能长得比较紧凑的话 你需要巴拉巴拉把它分开一点来剪 你看到了这边的话 这个就很难用剪刀剪了 所以我一般就是把它这样切掉 这个就有点像是切白菜的时候 你把白菜尾端给切掉 然后需要把最后的这个筋给切掉 因为我今天是用我们家的吐司小烤箱 所以我那个不够大 需要把它给切开 你会看到它这边会掉这些丝丝 没关系你不用管它 最后我们把它烤熟的时候一刮它就自己全部都掉了 这个杨记啊 这个叶子它没有熟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点硬的 就有点像我们的那种芭蕉叶啊 还是说那种椰子树的那种棕榈叶 但是烤好之后是很好吃的哟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给它配料 送烤箱烤去 首先拿个锡纸给那个烤盘给裹住 你用锡纸把烤盘包住了以后 我一般会用一个这个油的一个喷雾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把那个烤盘均匀的给它涂上油 然后我也会把杨记放在这上面 然后给它们喷上这个 这样子的话比较均匀一点 用刷子刷的话又费时间 而且又搞得不均匀 来教你一波神操作 但是就是喷了以后有点滑了 又不好抓住 好啦又见面了我最爱的干大蒜粒 这个的话真的是随时都好用 而且牛不用担心它坏 我很喜欢蒜所以我会放很多蒜 然后呢一般老外是喜欢放那种椒盐 所以我喜欢椒盐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这种芝麻什么的 这个其实是之前用来吃烤鸡的 但是废无利用嘛不要忘费是吧 所以我就把这个炸鸡的椒盐给它放上来 我刚才说的是烤鸡嘛 哦是炸鸡的椒盐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呢其实大部分是那个盐比较多 所以我会再给它补一点点黑椒 我喜欢放一点点醋 稍微往上面滴一点 其实这个醋酸会让这个阳剂变得更甜 我会把它们翻过来放 这样的话我感觉会让它们烤的时候有一个像蒸笼一样的效果 这样子中间会比较软 而且它的这个醋可以让这个阳剂更甜 大部分人都是用柠檬 但是我们家的柠檬放不太住很容易坏 所以我就一般喜欢用醋 现在就可以进烤箱烤啦 首先我们先把烤箱预热大概8到10分钟左右 温度暂且定在400华氏度200摄氏度 每一个烤箱呢就像一个独立的个体 温度稍微都会有一点点差异 所以得就看你自己多试一下 或者平时的经验 但是大概差不多是在200摄氏度400华氏度左右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烤箱 所以我们现在放进烤箱了以后 大概再烤个18到20分钟 好已经烤好了哟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出来 小心不要烫手哦 哎呀好烫啊 小心不要烫到手哦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盘子上 感觉真的不太熟 咋咋的 估计还得再烤一烤 我现在扯一半里边的看看手没手啊 这就很尴尬了 这个杨记呢 它自己本身的味道是稍微有点酸 但是会越吃越甜 我一般喜欢自己配个酱 嗯 当然四川人嘛 当然吃辣了 可以来点湿拉茶 然后湿拉茶以后我很喜欢这个哟 就是那个叫啥 秋比色拉酱 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反正叫梅油 梅油 蛋黄酱 它叫什么呀 梅油奶汁 没有中文 美乃汁 然后呢 我会加一点点刚才烤的时候的那个椒盐 加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混起来 这个混合的过程啊 看着不是非常的美好 但是呢 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因为杨记它本身是有点酸酸的 来让我尝一口啊 嗯 单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这个真的不是王婆自卖自夸 主要是因为你吃不到 我只能现在这样子口头告诉你一下 这个要怎么吃呢 其实就是一片一片摘下来 然后用牙齿 嗯 刮这里面的 它自己本身已经有味道了 但是今天买的这个里面有点瘦啊 还有点脆 看来没烤好 我觉得建议大家 烤个30到40分钟吧 上面这个毛茸茸的其实你可以刮掉或者是给它给切掉 然后下面的就是它最中心的了 就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的菜心就超级好吃 而且全是肉 刮掉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看这边全是肉哦 蘸不蘸酱都很好吃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下方关注哦 我们真的很喜欢大家的留言 所以请踊跃发言告诉我们 我们很想知道你对我们的视频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的话 欢迎你分享给他们 我要继续吃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多烤一会的话就会比较软 会有一种那种糯糯的感觉 少烤一点的话 就会稍微有一点脆脆的 有点像煮过了一点点的磨碎的样 咱们吃